现在我们看到的掌柜里面的这几件牛津的铜牛头 或者是杜西的铜牛头 都是出自于实在上高井级的贵族墓杖 或者是王河一级的贵族墓杖 就是他们生前拥有牛 实在后又把牛做为一种非常漂亮的装饰品随杖 我们看这几件牛津的牛头 它都是做了非常复杂的工艺 表面牛津还在上面做了彩绘 它的眼睛 耳朵部分还做了彩绘 它的耳朵还做了修剪 到一般的牛是不一样的 这证明他们对这种牛的重视 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在四个铜牛头 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左边的这两件 它的额头上边好像有一块像皮毛一样大拉下来 它毛很厚 我们甚至怀疑它可能和毛牛有点关系 因为巅国的牛的话 一般我们常见的是牛牛 就是它背上有一个铜峰 也叫蜂牛 这几个牛它的造型和毛牛有点相似 我们在巅国青铜鸡里面也发现了毛牛的形象 最下边这一件 它牛的牛角比较平 向外伸展的话 有些人认为它可能是水牛种 就是这种牛的话 它的牛种还不一样 就在巅国大家对不同种数的牛 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所以已经用青铜鸡把它铸造出来 那这个不同种品种的牛可能都呈现出来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当时巅国的话 牛是一种重要的肉食来源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是没有能力 也没有财力去购买牛的 凡是拥有牛的话 都代表了当时人的比较高等级的地位 是一个财富的象征 就是他们可能会饲养这些不同种类的牛 就当时他们饲养的牛是一种风牛为主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一件 你看它的那个背上有个头风 两只牛角特别大 那种牛种是它的原始的祖先 可能是和印度牛牛有关系 云南它和印度古代的话 有个南丝路这个可以交通 这边的牛很可能是来自于印度这个方向 云南的牛除了印度这个方向的话 还有其他种类的牛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水牛种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可能是来自非洲的水牛 就它的牛角和非洲的水牛结构非常像 而且那两个像毛牛一样的那个造型 它可能和四川方向的毛牛鱼 毛牛鱼就是高寒地区的 豢养毛牛的一些古代的少数族群 那这些族群 它当时颠固对外的旧牛 有了不同的渠道不同的途径 所以说它的牛种也相对的复杂 并不是简单的 只是有一种牛 就是它这种牛除了实用之外 它会不会做一些其他的用途呢 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 滇人使用牛根技术的这个明确的证据 但是东汉的时候 云南已经寡泛地使用牛根了 从现在考古的这个成果来看 应该在西汉早期 滇国和中原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 就是当时的滇国对中原的关系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滇王之大 滇兰之大那样一无所知 实际上还是有所接触的 所以说牛根的技术 是不是已经在云南西汉时期已经存在了 我们还要带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据来证明 当时的话 现在看来是很可能比西汉 很可能比原来最想的东汉要早得多 那这几件就是 这个几件是属于装饰品吗 它的具体的用途是在什么地方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炫耀 就是一种身费地位的炫耀 它死了以后 把它放在光材里面作为随战品 当然也是一种装饰品 它生前不会使用吗 这个扣式的话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装饰附件 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牛头 有可能它的牛的身子 或者是牛的其他部位 它是用木头做的 然后因为时间太长了 2000多年了 它没有保存下来 也有可能它是一种 像我们铜枕 逆牛铜枕上的那个牛头 它也是这样立体地突不出来 但是它下边的牛的身子 是住在那个铜枕上的 它是分开住着的 我们看这个扣式的耳朵后边 有两个小孔 证明它是可以连接在其他器材上的 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六牛铜枕 它是江川里家商出土的 实在在战国时候 云南的电听筒文化里边 铜枕比较多 大概出存到到现在有十多件 那这一件呢 是属于牛最多的一件 你看它的那个枕头的两端 这样子两个逆牛 而在枕头的下半部分 还有四头牛 这些牛都是表现了 当时颠国的一种风牛的形态 就它背上有一个像挪托的铜缝一样的龙器 就是我们叫风牛 在前面我们也介绍过 我们电听筒器里边出现了很多小的牛头 后边还有两个的插销 我们看这个铜枕就知道了 这个牛头的话 它当时很可能是一种装饰附件 就是这样 它先住了一个铜枕 要把这个牛头单独住 住完以后才通过焊接的方式 把它结合在一块 形成了这样一个造型独特的工艺品 这个枕头是实际能够使用的吗 就很多人一看就觉得 我睡这个可能太硬了吧 这种枕头 实际上这种枕头 在当时我猜想也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当时的颠国的话 气候比较湿热 它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嘛 天气比较湿热 人睡在这种冰凉的气候上 反而感觉特别的舒适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它有牛装饰的这个方向是向外的 那自己的脖子的那个方向是没有装饰的 所以你的脖子 靠在一个平滑的部位上睡觉 这也是可以的 而且后面还有铜发 还有加个电子 像它也可能是一种实用品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铜枕之外 像我们李嘉珊还出了哪些 就是和牛有关的这些一些 那比较多了 就是我们现在大概的触略了铜技能下 凡是青铜器出现牛的图像 大概占了2% 30% 就是只要是云南的青铜器 带有图像的 2% 30%都有牛的形象出现 这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正典的当时监国社会对牛的一种喜爱 一种崇拜 当然就和现在的人对财富的崇拜一样 古兽的人也同样的崇拜财富 牛在当时就代表了财富 也现身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它有时候牛还会和其他一些动物结合在关 比如说牛骨崇拜 还有包括其他的 我看他很喜欢把牛和虎放在一起 这可能是一种当时自然界比较常见的现象 就是牛和虎的搏斗 当时社会是常见的 所以工匠就把这种造型 运用到他们的艺术的创作当中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克文铜片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文物 这个克文铜片 它实际上是用来做一个铜剑符的背板 剑符就是古代打仗的时候 用来装那个木字的铜链的那个剑符 剑符的背板就是用这个铜片制作的 这个剑符的背面就刻了很多细致的花纹 这是一种我们研究的是一种图画文字 图画文字就是记载了当时滇国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铜剑符是出自于逊宁实在山13号墓 这个墓我们现在看的它很可能就是一个电玩墓 这个电玩墓它这个刻文铜片上面的文字 图画文字讲了什么故事呢 它实际上讲了电玩它这一辈子主要重要做的几件事情 大多数我们能够解读下来的它都和牛有关 它实际上是战争的故事 它第一段画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风流的牛头 下面画了七个圈 七个圈的话我们解释这个研究的话 就是说它很可能讲的是电玩在一次战争过程中 它胜利俘获的东西 它抢了牛 抢了俘虏 它杀的人就是这是一个标明它自己功劳地位的这样一个技工的一个东西 你看它上面吧 缝祸呢七十头牛作为它这辈子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它打仗打赢了抢了对方的七十头牛 它把它记录在它的这个看法文字上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去展 两千多年 一个圈就代表十是吗 就这个技术单位呢是一个就是也是一种猜测了 现在还只是一种研究的一种可能 并没有说它明确的就是实境制 但是我们猜测的话 当时可能是采用了实境制的方法 它这个技术系统在当时已经很完整 就说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内容来看它分为五段 最上边这块它的文字内容是最多的 最上边是一个字基 就是一个冶迹的造型 下边是一个像个碑裸的东西 它可能也是一种技术符号 那旁边有一个玉璧 一般来说字基啊玉璧啊 这些都和宗教祭祀有关 玉璧是祭祀上天的嘛 然后它我们用现代化的文字来翻译的话 就都是它跟神祈祷说 这个神啊你多么伟大 我奉献上这些字基 奉献上玉璧 祈求你的保佑 为什么呢 它在这个战争当中 俘获了12个亏名的男人 70头牛 20匹马 100头猪 200头绵羊 还有23头绵羊 这是它让它非常骄傲的事情 所以它用这个开文图像把它记载下的 这牛作为它的胜利战利品 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二符里面好像也有牛 对第二符里面牛也是一样的 它牛的旁边换了四个圆圈 我们猜测的话 这一次战争的规模可能相对少一点 就是它第一次它杀了那么多人 抢了那么多牛那么多马 它就把它作为最重要的一男 第二男的稍微占地面积 占的这个面积稍微小一点 也可能它就功能小一点 它抢了40头牛 然后抢了8个亏名的女的 还杀了7个男的 然后120头绵羊 那收获也不少 所以它每一副都是它一次战功的 对我们内容来分析 它每一次都是战功的情绵 而且它打仗的话 要么抢人 要么抢牛 要么抢这些绵羊抢生许 牛都是它重要的一个女的对象 这个工艺上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吗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元件 它已经很模糊了 它这个刻画的话是非常的细 头发是差不多 如果你要认真看的话 从侧边看才能看得见 正面看都落影落现 证明当时这个刻文工艺是非常高超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 长方形斗牛扣式 它是特别有趣的一件文物 它讲述的是 2000多年前的滇国的人 进行斗牛的一个场面 而且这个墓的主人就是出土了 电王之印的那个墓 它实际上就是一代电王可以确认 电王墓里面出土的 电国的斗牛的一个场景 所以我们现在熟知的西班牙斗牛 世界文明 但是从这个青铜克史长现的图像来看 我们云南人早在2000多年前 也在进行斗牛活动了 比他们还要早得多 我们云南人的斗牛 也是人和牛的搏斗 它进行斗牛以后 还进行一系列的宗教祭祀活动 就证明了他们对牛的喜爱 我们仔细看这件长方形斗牛扣式 它实际上是分为三层的 就是它最下边就像是普通的观众席 上面的这一层是一层 以为稍微高一点的贵宾席 最后边是VIP 就是特别身份贵重的 所以中间的两个人 和旁边的人都还有点距离 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的电王 或者是电王后这样的人物 这个牛的它是躲在这个 一个木头门的后边 这个木头门从人在坐在门梁上 有一个人在奋力地开门 门后边还躲着一个人 就是用一个木棍把那个牛赶出来 就是它展现了那个斗牛 刚刚开始的那个场面 就是它用一个非常巧诺的铸造的工艺 就是施纳法 铸造了这么栩栩如生的人物 动物形象 展示了2000多年前 电国社会的一个场景 所以当时牛其实不只是食用 但还有一些其他 对对 它实际上是在一定的场合 它具有一种娱乐性 而且具有一定宗教性 而且它是一种神圣的动物 因为牛是当时财富地位 肉食的来源 财富地位象征 所以说电王它不仅仅 把它作为宗教技术的一个对象 也是一种娱乐的一种动物 感谢刚才的